语言统一感情才能够交流 或者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刚起来不来自 不离开 能干东西 我干哪个 干不通 能干啥 我听不通 怎么能做法 绑一个 不别法干 所以我现在就在讲讲讲话了 对对对 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近日 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在浙江恒州举办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 接受了中心社记者采访 在访谈中 洪秀柱提到 只有吸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 亲自到大陆来走一走 看一看 才能有效破除民进党当局 对于大陆形象的蓄意抹黑和错误宣传 我说两岸一家亲 亲亲要见 我不见你 我怎么跟你亲呢 见面才有沟通 有交流 有了解 有感情 所以亲亲一定要见 那两岸要有同胞爱 爱者要有心啊 我有见面 有交流 有沟通 才有了解 认识 才能够更进一步 还有一个 为什么民进党当局会主谋呢 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怕 怕什么 怕看到 他的谎言 被拆穿 怕 怕这个大陆的真相 被台湾的年轻人了解 是什么真相 哎呀 当然是大陆进步啊 那么 台湾年轻人看大陆 只要一到大陆 发现这样 哎呦 你看大陆 了解大陆 认识大陆 在大陆寻求各种的机遇 洪秀柱希望 能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为两岸青年交流奔走 促成两岸融合 民族复兴 通过自己这盏灯 点亮更多人 给台湾青年找到光明前途 我是台湾人 没有错 我也是中国人啊 所以你生在这个地方 在中国的领域里面 这个中国的领土里面 我们当然都是中国人 既然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要不要为我们的国家 尽我们一份心力 为我们的国家尽一份心力 同样也是为我所生长的地方 尽一份心力 小小如住住节者 年纪堪称高瘦了 那么也无任何职务 我们为什么还积极移的 在做这两岸的 这种青年的工作 因为我们的未来 寄望在年轻人身上 既然这样子一个 在这样一个局势之下 民进党执政 它搞成一片黑暗 那么在中国光亮之下 如果没有人出来说话的话 它是永远暗下去了 那年轻人永远在黑暗中生活 看不到光亮在哪里 看不到明天在哪里 看不到全途在哪里 当然要有人讲话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嘛 也不是我讲的 这个经书里面讲的 千年暗示 一登记名 你不要怕人家在讲 那么胡说八道 乱七八道的事情 只要你肯讲真相 你肯讲出心中的理念 你肯讲出你的中心思想 你肯讲出我们应有的道路 应该是什么 千年暗示 一登记名 我们希望一个灯 点亮好多的灯 那就大放光明 又有前途 洪秀柱表示 在两岸青年一带 深化交流的当下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 正化作一盏盏明灯 为两岸进一步深化交流 与和平统一 不懈努力 我才前一阵子 我到广东去 到深圳去 看到这么多的科技产业 带领着中国往前走 更重要的是 我在这些产业里面 还看到我们很多 台湾的年轻人在里面 而且这些年轻人 在这个产业里面 还是站在高层的地位 所以我想 看到这年轻人 我就很开心 所以我想 更应该要讲这些话 今天我就已经不是一灯了 不是这个千年暗示 一灯记名了 我觉得我在台湾 已经看到很多闪灯 在一个一个在亮起来 所以我绝对相信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未来 台湾的光明 更看到我们中国的光明 中国光明还不算 带动全球的光明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气度